這餐廳 無菜煮食料 這實在 浪費的問題 到底有多少檢驗中 經過一項 最新的調查 是發現說 大台北地区 357間的餐廳 平均一年 無歸彈條的金獎 這實在彈條的金獎 就有十八億這麼多 也是說 能夠讓我們台灣 八萬多的這個增加所在 學生吃四年的營養五餐 台灣吃到百餐廳 設計都看到 對 給民眾更多選擇 但是 若比較造成 實在浪費的問題 經過一項 最新調查發言 大台北市到新北市 357間餐廳中 平均一間一年 實在 蔡北金獎是 154萬8千塊 實在 處理過程 貨孫律是6.8% 四四的一年 實在 浪費的金獎 竟然1990億 這年多錢 可以讓台灣 八萬兩千名 偏偏地匯的核生 吃四年營養五餐 一條魚 客戶來點 他只要吃魚肚 它是魚頭魚尾他不要吃 那這魚頭魚尾怎麼辦 有了餐廳就丟掉了 類似像這樣 調查現實在 淡條原因有33% 是因為放不好洗 有26%是沒有做好控管 不就總補塞 為了關照消費者的魚鞋 甘冠加淨火 嚴格洋因素 造成燉的實在淡條 尤其海鮮放不久 過期淡條比例也相關 比較多的應該是在海鮮 因為海鮮蛋白質比較高 比較容易壞 所以海鮮的比例會比較多 為了好實在 還夠好利用 餐飲蓋人數 現在發起營修 豬房改善價位 除了中心設計菜單 也要好好幾位 便室放東西的空間 當時 鼓勵消費者 這次餐廳 推出了本力地餐 才用那天最切實在 來做料理 這樣這檔減照實在 浪費的問題 記者綜合部檔 我可以做了嗎? 我可以做了嗎? 再次复兴